娱乐APP来看这个半则直数的终结篇呢 标出了超高的收视率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他的敌人跟他下跪道歉 而这个道歉的方式呢 在日本大友来头叫土下作 你还记得吗 当初Makio的前日本男友友记轮辉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道歉 因为在日本呢 他是最高等级的道歉 现在红到了台湾 有电影片商祭出了22K 要寻找最有诚意的道歉达人 半则直数最后一击 大和天常务终于道歉 还是用日本最高级的土下作 没错 日前和Makio事件 踢伤计程车司机的有机轮辉 就是用这种道歉法 再度引起台湾热烈话题 甚至道歉达人都被找出来 真正有诚意的道歉 请看我谢罪师的示范 跪道立反东东想 到底什么是土下作道歉法 步骤一双手并拢向前一步 步骤二重心放在膝盖跪道立 步骤三深呼吸头往后仰 步骤四一口气低头贴地 而且如果对方不接受 就要一直跪一直跪 或许很夸张 但这可是日本人 最具诚意的道歉法 现在还有片商愿意提供 22K找寻最有诚意的道歉达人 其实像最近很知名的 面包问题或是米的问题 很多民众都觉得 你们应该用更有诚意的方式来道歉 其实道歉到底要多有诚意 日本人真的很在意 不止日剧 现在连电影都有 不管大事小事都靠专人谢罪 其实道歉方式百百种 有诚意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新闻流量和路易台北长报道